主席的发言首次表示大力支持这个项目 这个国际调解议院的成立 我们国家成为东渡国 也力推在香港设立总部一件大好事 刚才有很多委员都说了 对于香港在这方面 是扩纳在地区甚至国际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是大好消息 这个也真的突显了一国两制之下的优势 这个硬任务就要做好它了 而在湾仔景处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当适合的地方 那里的地点当然很方便 也是在轮向我们的会展中心等等的地方 这个建筑物当然是很有香港特色 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建筑物 所以这次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不过呢 这个项目的文件交给公务小组 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 就是真的很多细节都欠逢的 那我就理解 但是呢 连这个分层的一个简单的布局图都没有呢 似乎公务小组很少见到这样的政府建筑工程 是这样的文件 不过都明白里面涉及到 可能还有很多是 较为保密的地方 也有很多还是商讨 最后拍板 不过呢 即使撇开了公务小组 如果是这样 就很难从工程角度 是给到什么意见 撇开了我不说呢 其实你都特别影响了 我们真是是否能够在那一年 松一点时间 完成任务的关键 即是如果很多细节都还是有待落实呢 这个就不能 不表示一些担心的 但是既然是硬任务呢 我相信我们 也一定是各方面的配合 一定要预期完成 那我想问一个 在这个整个 工程的这个筹备计划 管理方面的特别的问题 因为有别于 以往的政府建筑工程 基本上 用家都在香港里面 我们说不同的部门也好 都是比较容易去统筹协调 在今次这么特别的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总部 我们国家就是东道国 在这方面的 实际上 你的工程管理上 有什么特别的架构 我很理解 今次是一个很特别的项目 细节比其他人少了 尽量 其实我们的附件 虽然也是粗疏 但是问题 我们尽可能 都已经是 明白到大家的关注 尽量给多些 但是正如我承诺 在稍后阶段 只要是其他国家是同意的话 我们一定会尽量 向各位议员或其他交代 关于管理工程方面 或者我请建筑署 讲讲工程管理方面 我们可以做得比较到位 其实政府已经成立了 一个跨部门的协调小组 展开整件工程 我们的建筑模式 当然都会在建筑署 我们会主领 我们用设计 一个设计和建筑 有细节的时候 再进一步 希望在当中 我们都和其他D&B的工程 都差不多 我们尽量在这个 因为这么短工程里面 我们会监管更加严谨的 他们认识去夏天的年终 可以员工 其实这个问题 未答得很清楚 正正是由于这个项目的特殊地方 就是东道国 和国际条件 有很多其他的成員 變成在這個工程上他們的意見他們去參與 有什麼特殊性呢? 在架構上會不會跟一般的我們政府全權負責的建築工程有不同呢? 司長,請我解釋一下 首先第一個層次現在有國際調整的籌備辦公室 我又派了一位主任,孫敬博士在那裡 我們律政司和他們保持密切的溝通 每一個環節基本上都要跟他們報告、聽他們的說法 這就是跟國際調整籌備辦公室之下溝通的一個管理方面的體系 但以前我也講過,在政府內部來說 其實我親自有一個小組,跨部門小組 包括建築處、發展局、律政司內部同事 調教院借調了我的同事,大家都在一起 所以確保在每一個環節裡面 我是明白到調教院長江安叔對我們的要求 建築處方面落實工程的時候的進度 那邊我們都會由我親自去監察 當然關於實際的建築工程 建築處自己是會有自己的 剛才處長說的一個體系去監察這個工程 所以在不同的層次我們都是確保過過程順利 因為這個緊迫性其實我相信是比這個位置更加緊張 因為這是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 一定要很妥當去落實做得到 這個我們都是對自己有一個非常大的要求 嗯 嗯